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请坐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归依三宝 阿舌黎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足中转 归依达摩 离欲中转 归依争奇 诸重中转 阿舌黎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足中转 归依达摩 离欲中转 归依争奇 诸重中转 阿舌黎传念 归依佛陀 两足中转 归依达摩 离欲中转 归依争奇 诸重中转 归依佛陀 第八百九十二页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从第二句看起 自然之有根本 这一大段经文 精彩 黄念楼注得 亦精彩 讲得非常好 非常重要 我们常讲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功夫不得力 什么原因 找不到根本 读经读了不少 根本未现前 修行 亦照经典教导的 亦修了不少年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仍然放不下 什么原因 亦是不知道根本 如果知道根本 就不难了 怎么才能知道根本 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 就讲得很清楚 念楼引用禅宗祖师大德的语录 来和我们造正 这一段仍然是 曹洞宗祖师的语录 自为现前 就是这一句里面讲的有 自然 自有 根本 自有 就是 他里面含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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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丈心罗 体性无耳 万丈心罗 体性无耳 万丈心罗 体性无耳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万丈心罗 体性无耳 一 能生所生,能現所現,是一,不是二。 佛經中還有一個常用的比喻,以金作氣,氣氣皆金,將金比喻做體性自性。 金氣呢,比喻做所生所現的萬象。 早年,我在美國講經,我們聽眾裡面有一位陳大村居士, 他們兄弟那幫人,做假首飾。 好賺錢,做得非常美,價錢也好低,扔了不心痛, 帶起來,比真的更好看。 生意好,造片全世界。 有一次我回台灣,他工廠在台灣,他請我去工廠參觀, 我去看過,我一看的時候,有十幾個人陪我, 我就跟他們講,你們看經常講的以金作氣,氣氣皆金, 你在這裡就看到了,他展覽館裏擺出來的貨板, 萬幾種,沒有一種相同的,手上戴的,頸上掛的, 到處都是非常美。 我說你們看完之後,這些是什麼? 就是一個字,金,通通是金,體系金,相不同。 你要知道,佛用它來做比喻, 整個宇宙深流漫長,太多太多了, 從哪裡來的?自性變的,自性就好像金一樣, 一個無變,它無變。 它的變化是假想,最後還是回到真金。 下面一個比喻也比得好, 千波皆水,眾氣為金。 它這裡有,有這句,氣氣皆金。 千波萬波通通是水, 自然之中,自有本體, 此之本體,即是根本。 本體在不在,在? 有現象,就有本體。 有我們人生,當然有本體。 本體在哪裡?就在身上。 每個細胞裡頭都有。 現在說細胞不行, 要說微塵。 佛法講極微之微, 科學家講微宗子, 講這些可以。 每個微宗子 都有根本。 本體是一樣的, 沒有差別。 而且本體是沒有界限的。 沒有分別的, 真的, 好像我們電視螢幕。 我們將電視螢幕打開, 它就發光了。 再將頻道按下去, 式上就出現了。 那頻道是什麼? 頻道是所生所現。 那本體? 本體是能生能現。 能所是一, 能所不二。 所不可得, 所生所現的不可得, 能生能現的自性亦不可得, 它真有。 所生所現的它無。 能生能現的是本體, 怎麼從所生所現的見性, 明心見性, 這樣很重要的。 一定要將能生能現的, 這件事情,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為能大師說得好, 沒有說錯, 本智具足 能生能现本智具足 所生所现的就是外面的现象 这外面的现象 所生所现的点的一回事 是念头 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在2240兆分之一秒 这样的频率里面 出现的现象 这种现象无量无变 你无办法计算 我们这个地球 太阳系 银河系 只是的那么多东西 微不足道的 佛法里面讲的片法界 在虚空界一遵佛的教化区才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微不足道的 虚空法界里面有几多诸法无量无变 有几多世界无量无变 我们肉眼能见到的 加上科学工具所发现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这一点 这一点要知道 统统离不开自性 这个自性就是本体 就是根本 你有没有认清楚 没有 听完之后怎样呢 好像懂了 又好像不懂 这样讲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懂了 你就将分别执着放下了 何必分别 一体 以金作戏 戏戏戏戏禁 随便理 这些是黄金 他拿起来的是黄金 他提起来的是什么 这些是自性 那些就是自性 所有一切法治性 是什么真心 前面讲的真真 主中之主 他是什么 他是我 真我 真我在哪里 真我变法界 就好像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细胞 这很多细胞 每个细胞都是我 小一个都不行 小一个就会有病 统统要拘租 眼耳鼻舌身 造成这样的一个身体 假的不是真的 但是真的也在假的里头 没有假的就没有真的 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 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们如果从这里 我们从这里一下空言 降悟了 我们处世代人的想法 看法就不同了 它是谁 它是谁 我是谁 我是他 那么就有善松的味道了 是不是真的 真的 我没有说错 那么我们处世代人 照顾的态度 就完全不同了 会不会起心动念害人 没有可能 甚至功夫高的人 他不分别 他不执着 他有名有姓 叫他的姓名 他就认 知道这个名字和姓是假的 不是真的 知道那个人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通通都是在 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的频率之下 产生的幻想 那个幻想就好像我们犯梦那样 梦中境界亦是这样 真相大爆 彻底放下 同真心接近 为什么 真心如如不动 我们将妄心放下 妄念放下 能六根 在六层境界上 你真的会用功 用什么功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闻得清楚 尝得清楚 接触得清楚 心上不落痕迹 不放在心中 心是怎样的 干干净净 一层不厌 一层不厌 就是清静 无波动的现象 就是不生不灭 一层不厌 本字 具足 无量的智慧 德能尚好 都在里头 展现在外面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都明心见识 人人都明心见识 随实报土 同居土 方便土 他里面的菩萨 这种本事 都是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加持的 你好好地将这部经 第六品 读上几十次 你就明白了 阿弥陀佛本愿 功德 威神加持 不可思议 好似我们的能力 恢复得 同法身菩萨平等 这种殊性 是十方世界没有的 只有极乐世界有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原因在这里 想真往生 必须将这个世间 一切化通通放下 一些都不放在心里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极乐世界 你就绝对得生 生到极乐世界 你的智慧功德能力 尚好就和经常说的一样 一点都没错 远功大师 和我们做证明 魏远大师 他的传记里头 有记载 他往生的时候 同参导有告别 同大家说 他一生见过 三次西方极乐世界 这次是第四次 阿弥陀佛又来了 来做什么 接引他往生 又见到连写 给他早往生的人 都在阿弥陀佛身边 一起来接引他 他和我们做证 证明一点都没错 生到西方 还有人问他 西方极乐世界 是怎样的 和《无量寿经》 说的完全相同 维远大师在世 东进那个朝代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传到来中国 在中国翻译 看朝译的 看朝的译本 从汉到宋 总共有十二种译本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五种 另外七种失存了 这里是维远大师 和我们证明 他所见到的 和经常说的一样 我们将来见到的 和经常说的一样 那就是真的极乐世界 不会走错路 还有第二种说法 不由造作 这种叫根本 根本不是造作的 根本是自然的 是造作的 就不自然 什么造作 我们是起个念头 我读这部经 我有个讲法 这个讲法怎样呢 这个讲法是你的念头 这就不自然 这些是你的妄想 是你的习念 不是真的 自以为是 你在起心动念 里头生的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如果不起心动念 那叫自然 自然而言 豁然开悟 没有起心动念 在他里头开悟 我们读这段经 我们读这段经 读不懂 看住解 也看不懂 非常不容易体会 怎么好 古大德教我们 一个方法 读 你就读那一段 读上一千次 其意自见 豁然顿悟 他里头的意思 完全通达明了 那得受用了 为什么 真的摸到了 假的就要放手 如果假的不放手 真的摸不到 这个道理 要懂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 在哪里 假的不肯放手 你有什么毛病 就这种病 除这种病之外 没有第二种病 不知道是假的 这句话是真的 我们读完这部经 听完黄念老居士的注解 他人不在那里 文章留在那里 我们看明白了 我们有些体会 如何入门 将假的放下 就入门了 就这样的一招 假的不放下 你永远入不到门 放下之后 说不定在几时 说不定在什么地方 豁然开悟 有因缘 各人不同 误了就相同 误了有什么现象 他人了知万法 尽在自身 所以说 他是哪个 是我 那棵树是什么 那棵树也是我 那条草也是我 山河大地母一样不是我 六道凡夫 见到这种情形 那个人有问题 神经有问题 是不是神经病 怎么会乱说 所以说真话是乱说 说假话 人家说你说得很好 说得不错 所以现在真人 对那些假人 也说假话 他才懂 行顺众生 随起功当 等他欢欢喜喜 他要入这种境界 这么难知难语 你不可以跟他说 你跟他说 这是乱说 哪有这种道理的 确实 了知万法 尽在自身 心爱无法 法爱无心 后面那句话很重要 心爱无法 法爱无心 心和法是一不是二 心在法里头 法在心里头 心了不可得 法亦了不可得 是一不是二 所以顿见 真如自性 自心自性 即是根本 顾问自然 知有根本 所以根本 不用去找 自然的 不找他就现前 越找越找不到 为什么 你去找他不自然 所以 所以 不要思维 不要想象 根本 就不要 放在心里 真正修行人 持戒 断恶 不放在心里 恶断了吗 断了了 不放在心里 修善 善修完 亦不放在心里 心上有无奇事 是真的无奇事 为什么 上不可得 念头不可得 这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量子力学家对我们最大的利益 就是他用科学仪器观察发现 物质现象没有假的 我相信 现在大家研究念头 因是什么 物质是从念头 波动现象产生的幻想 是这样来的 那念头是怎么来的 念头还是一个幻想 菩萨处太经 他里面 世尊问弥勒菩萨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 现在最高的科学 分文 心有所念 凡夫起了的念头 那个念头有几个念 有几个相 我们现在知道 心有所念 这一念 讲一念 几念 一念 弥勒菩萨回答的是 一坛子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每个念都有相份 都有色 一坛子 念念成形 形皆有色 形就是物质 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六根六色 通通有 我们根据 弥勒菩萨的讲法 我们一秒钟 有年轻人 身体好的 跟我讲 他弹子 可以弹七次 这样就用三百二十兆成七 得出来的数字 二千二百四十兆 一秒钟 这些就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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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麽快的速度 而且每个相 我们连概念都不存在 它太快了 我们这些相眼 太差了 我们坐在高铁道 火车刚刚开的时候 不到一分钟 看月台上的人 一个一个一个 很快过去 看到没 看到了 面貌看不清楚 要什么速度 才能看得清楚 大概二分之一秒 我们面貌看得清楚 知道这个是谁 那个是谁 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就看不清楚了 只见到一个形相 看不到了 看不清楚 可见 就在我们眼前 有很多很多物质现象 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 它频率太高 我们这双眼接受不到 这些画 科学家懂 他日日做实验 日日在明显微镜上 真看到很多微细的东西 所以了知万法 尽在自心 顿见真如自性 自心自性就是根本 学大成教的 这个道理如果不懂 你不得其门而入 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故云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之有根本是什么 万事万法 自然有自性 自然有真心 真心能生能言 万法是所生所现 所生所现是假的 不可得 真心自性亦不可得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为什么会不可得 它没有形相 你六根圆不到 你见性就圆到了 你完全见到 你未见性你圆不到 都在你面前 我们睁开眼所见的 见到的又生又灭 还有很多我们睁开眼 见不到的 就在眼前 这双眼就没用了 它就见不到 它见不到 它见不到根本 有没有根本 无论它见到 见不到 通通又根本 静明经 唯摩铁经 这部经里头说 即时豁然 还要本心 没有指定哪一时 哪一刻 没有指定哪一种场合 总是缘分 说不定 说不定 几时 说不定 在哪里 豁然开悟 见到了 禅宗 有本书 五灯会员 他是禅宗里面 开悟的人 他们的报告 古人叫公案 公案就是说立案 是事实真相 立案 不是假的 可以传留给后人做参考 一共有一千七百个人 所以禅宗也很难得 佛法传到中国将近两千年 在中国开悟的 有一千七百人 这一千七百都大切大悟明心见性 我们通常讲圣人 大悟是言人 大切大悟是圣人 在印度叫佛 在中国叫圣 佛教 在中国 和中国制造很多圣人 只是禅宗 就有一千七百个 其他还有教下 还有淨土宗 加起来 我估计 应该有三千人 是他对中国的贡献 现在我们是末法时期 修禅的人不会开悟 学教的人也不会开悟 前辈那些大德 和我们说 没法时期 只有修淨土 信愿持明 求生极乐 到极乐世界 即是大切大悟 可以这样讲 先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你的神通道力 和阿弥陀佛相仿佛 这种是仇荣 在极乐世界 真正将 见诗蒙明烦恼断了 那就是你自己修成 大切大悟 基乐世界 基乐世界 保证你修成 而且时间很快 在我们这里 时间很长 要无量劫 要三大亚真其劫 到基乐世界 一生就正得圆满 究竟圆满 一生就成就 所以 正宗的功德 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 无比辞性的功德 在我们近代 凯然老和尚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你看他母亲王生 多瀟灑 多自在 将他女儿找回来 叫他女儿看他往生 女儿真看到了 真相信了 过了两天 带了儿子一起出家去 妈妈不需要劝他 只要表演给他看 这样还得了 而且 就一句佛号 一生彌陀 圆满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自然中有自然上 自然之有根本 现在未正当不紧要 到纪录世界就正得了 由菩萨界经度 有句话说 我本愿自性清静 若识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这句话 菩萨界经度说的 菩萨界经度说的 我本愿自性清静 和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一个意思 何其自性本自清静 你看这里 本源自性清静 就是慧能大师讲的第一句话 所以你只要认识自性 你只要见自本性 你就成佛了 承犯不难 但是真讲到见性 误心见性 真不容易 为什么会不容易 讲出来大家知道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我们的自心 我们的本性 现在不会现前 它有三种障碍 第一个根本无明 第二个 陈沙烦恼 陈沙是比喻 那些烦恼 好像陈沙那么多 所以起心 动念 言语 造作 全都是烦恼 还有一个 见思烦恼 就是你看错了 你将这个世界全看错了 全想错了 这种叫六度凡夫 六度凡夫 很可怜 生生世世 出不到六度轮回 这一生到人 还算不错 你有没有见过畜生 你想想畜生的样子 它的生活 它的生活环境 然后你再想想 恶鬼道 再想想地狱道 就不敢想了 在六度里面 肯定 你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仁天 那修罗 这些叫三线道 在三线道的时间短 不长 而是在恶道的时间长 为什么 恶念恶行 度到恶道 善道是善念 善心善行 我们想想 我们由早到休 这一日 夜晚睡觉之前 认真反省下 我起心动念 有几个是善念 有几个是恶念 有几个是无忌性念 无忌性就是 不说得善恶 我喝杯水 不是善恶 没有善恶 善恶是对自身 对其他众生 有利益是善 有伤害的是恶 为什麽 为什麽 伤害人是恶 人 是我们自性 现出来的 他和我 没有差别 我伤害他 就是伤害自己的自性 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真搞通了 我万物一体 自他不宜 不会再伤害人 为什麽 伤害人就是伤害自己 杀人是自杀 毁人是自毁 哪有人这麽蠢 可见当这个知 很重要 知甚麽 知 事实 真相 这种是真知 真知就是见性 一切法 同一个自性 同一个真心 都是这个心现出来的 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 离开这个心 一切法都不成立 都不可能存在 这一点要认识 如果认识 你会断一切恶 行一切善 你如果再明白些 有更大的觉悟 善我做 我随缘行善 行完善 不将善放在心里 你就成佛了 我时时跟人讲 讲得很简单 很明白 劝大家 什么是无名烦恶 起心动念 是无名烦恶 这个念头很微细 自己好都不知道 起心动念 自己不知道 不知自己 起心动念 实际上 怎么说 念念都是起心动念 根本无名 从根本无名里面 延伸出来 沉沙烦恼 那些烦恼 好像沉沙一样 形容它多 太多了 它是什么分别 从分别里面 游起执着 执着叫 见思烦恼 三种烦恼 障碍我们的心性 我们心性 不会现前 这三种障碍放下 就见性了 无论你收任何法门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那个法门 一定是教你 放下 见思烦恼 正眼罗看 小成就 再放下分别 分别是什么 放下沉沙烦恼 这种是大悟 再向上 不起心不动念 大切大悟 不起心不动念 自然中自然上 完全明白了 所以 只要自有 便是 有什么 有根本 这个根本 是自然的 没有人做作 他没有生灭 不是人做出来的 你做 他就有生灭 他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 跟你说 过去无耻 有他 未来无中 亦有他 他无耻无中 他永远存在 这种是真我 真我是什么 佛讲过四个字 我们一定要 很细心去体会 上 我静 上 不生 不灭 这种是上 乐 真乐 他没有烦恼 叫乐 乐和苦是相对的 他没有苦 就好像 极乐世界这样 自性是极乐 极乐世界 怎么产生的 每个人都明心 见性 每个人都不起心 不当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所以那个世界 无苦 我们这个世界 有苦 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无常来的 常的反面是无常 无常是什么生灭 我们这个身是生灭 心是生灭 起心动念 每个念头都是生灭 他怎么会不苦 所以佛教我们修行 修什么 修戒定位 戒是手段 教我们放下 定是功夫 定到一定程度 就是见性 见性是什么 智慧透出来了 智慧从定中透出来的 定到一定程度 智慧现前 智慧现前 就是大切大悟 所有障碍没有了 叫明心见性 所以这里有一句 弱悉自心 见性 皆成佛道 足正 曹山只要 知有 便是 便是是什么 心经道 讲的 色即时控 不单止 色即是控 受想行 色都控 能将那些空有 都空了 智慧就现前 所以只要你知有 便是 你就会修行 佛法修行的理念 方法 效果 你就全都得到了 妙不可言 瞬间 奇迹就出现 不可思议 自由 万法虽然控 法性不控 万法的相是空的 万法的性不控 我这个身体是空的 不可当 确实 身体的寿命 几长 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个身体 物质的身体 寿命只有这么长 这个灭了 第一个相灭了 第二个微世 又出来了 所以这个相 我们在这里看 是相似 相逐相 千万不要认真 它不是不生不灭 它是刹那生灭 这个刹那 就是科学家说的 二千二百四十兆 一秒钟 已经有 二千二百四十兆 这个身相 哪个相是我 如果每个相都是我 那我就太多了 我太多了 将来成法 要成很多法 没有可能成一尊法 所以有个真我 真心自性 是我在哪里 就在这个患身 生灭身的里头 身有生有灭 它不生不灭 生灭和不生灭 和合在一起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六道众生不知 不知有真心 不知有自性 所以它永远在六道 在六道里头 搞轮回 受冤枉苦 所以这里讲得好 只要自有便是 正是佛佛相传之心人 暂如老人弱 曹山自比六祖 指示得此霸病 他是躁动中祖师 是六祖的学生 他自比六祖 凭什么 就凭 只要知有便是 他知道有 便是什么 便是乘法 便是乘祖 曹山自比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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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下面那一大段 自然光色参回 转变罪圣 这样就说我们整个宇宙 我们每天早起床 夜晚睡觉 那一天 二十四个钟头 二十四个钟头 外面的境界 里面的身体 都在这儿产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自身的变化 与外面的变化是一样的 外面的变化 真叫无量无变 为何它大 大到变法界 虚空界 我们内心起的变化 和外面一样大 不可思议 我们看这一段 参 参入 参加 参加 刚刚参入 念念参入 恒恒参入 起心动念参入 分别执着参入 间 reopening 见思烦恒参入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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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盞燈的光就消失了 就知道那盘光消失了 开了一盞燈 那盞燈和其他光合在一起 分不出 它进了里头去了 我们和大宇宙的关系就好像是这样 和小宇宙的关系也好像是这样 小宇宙是原子 电子 到微宗子是小宇宙 回者回转 周流不息 变化不拘也 老实说 我们举比喻很难说 佛经上的比喻 极微色 物质最小的 极微色 亦叫轮開尘 这个物质 将它打破就没有了 就空了 所以叫轮虚尘 在虚空隔离 物质最小的 大而无奈 小而无奈 一体 这种参回 参是 我中有人 人中有我 我们睁开眼 我眼里头有你 你眼里头有我 这种是 这种是参回 参入回转 回转是它的作用 它无中断 跟着圆变化 我们细心观察 不难体会 你在电视机里面观察 得 你看会这个仪式 你在一块镜头 自己照自己 亦得 你在它里面体会 自然 光色参回 转变罪性 这些手段 都在日常生活中 读根 愿六尘 境界 而且六根 互用 我们现在六根 没有办法互用 烦恼集气太浓了 如果能将见识烦恼 断了 佛同我们说 佛同我们说 六种神通现词 天眼 天意 他心 宿命 神足 神足到楼 到楼阻 楼阻 楼阻是 见识烦恼 断了 有六种 阿罗汉 阿罗汉 辟知佛的 如果再向上提升 菩萨 那六种 那六种比阿罗汉 高明太多了 一直到佛眼 到佛 究竟圆满 见识圆满 文声圆满 六根 接触六层境界 得大圆满 大圆满 怎样的 就是这里讲的 这两句话 自然 光色参回 转变 聚成 回 回转 周流不适 变化不拘 实相之体 非直非照 以伏常直常照 直而常照 故从法身流出 步化佛身 从理体 出生无量 微妙上用 这一段 念老说得好 念老是学科学的 在学校 在学校 救无线电 救这种 课程 所以 他的比喻 我们能体会得到 我们能体会得到 和他学的 有关联 他里面 最重要的 都是 和我们说 自然 之根本 解释 解释这句话 周流不息 变化不拒 就是变化 莫差 实相之体 就是自性 就是真心 能生万法 虽然能生万法 实相 不讲得直 不讲得照 直照 是非常不得已 用的名词 述语 跟你讲真的 假立一个名 才好讲话 不立个名 不要讲话 无办法表达 我们交换意见 不要交换 所以必须要搞个假名 名是假名 相是患相 都不是真的 千万不要着相 也不要着名字相 着名字相就错了 还是着相 所以这里 和我们讲 非直 非照 以复长即长照 即意长照 即是体 实相的体 照 是实相的用 照 是智慧 即是禅定 贝林大师开宴的时候 那五句话 第四句 跟我们讲的是体 本无动摇 这种是体 前面三句 都是重体 起用 你看 本字清正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最后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是起大用 起作用 通通通通 不要执着 不单止 事畅 不要执着 连明词 连明词 迟 连明词 迟 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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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迟迟 还有什么好说 不单止不讲单,不可以动念头,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讲,没有东西好讲 跟你讲你也不懂,讲什么?自然中,自然上,你能懂吗?不懂 直而上照,照而上直也不懂 我们只能选一个最简单,最粗显,明显的,很粗糙,很明显的跟你讲一个 照是智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直是什么?心里头没有动 就是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 这种是直,直照是同时的 正在照的时候,就是看的时候,听的时候 也就是正在直的时候,不动 我见到了,我听到了 我没有将它摆在心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 这样就对了,动就生烦恶 动里头有善恶 这个动的起心动念是善念三善道去 它是恶念三恶道去 怎么保持直照平等 直照同时 这就是佛菩萨阿罗汉 阿罗汉他的直 只是不执着 他分别 他有起心动念 不执着 我们上讲放下了 绝对不据为己有 这个据为己有 我要得到 我要受用 这样就糟了 通通通都有个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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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 何时过悟了 我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 这样就向佛那边靠 我要我要 就向六道轮回那边靠 学佛就学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学佛 叫我通通都不要了 那我不做 他要做什么 我每一样都想要 我什么都想要 这样要 现在在人间要得太多不好 后面有灾难 将来呢 将来是三途 是六道轮回 出不了去 阿罗汉以上的就是菩萨 菩萨不单止不执着 他分别都没有 他只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极其微小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境界 如果有这种境界 你尝到味道 你信心就坚定了 坚定从哪里看 彻底放下 从这里看 还有我不行 哪里的我 我 遍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我 释迦牟尼佛 承认 阿弥陀佛 承认 十法界 一切 诸佛 都承认 我亦承认 是什么境界 感成佛 这一点 不知道 不行 所以 底下讲出来 故从发生 流出 暴发 佛生 发生 就是自圣 就是真如 就是真性 从发生 流出 暴身 实暴章严土 教菩萨 帮助菩萨成佛 发生 有认发生 认身 化生 认身 化生 是帮助六道 凡夫 来试验 来试验 入这一道 释迦牟尼佛 试验 来这一道 一样来投胎 从青少年 慢慢长大 再出家修行 正果 三十岁 事现 成佛 八十岁 入涅盘 这个叫认身 化生 是机缘成熟 你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他做完事 就不见了 你就找不到他 在距离我们 没有多远 有个例子 虚云老和尚 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一百二十岁往生 他有一本传记 流传在世间 他传记里面有记载 他四十七岁的时候 虚云老和尚四十七岁 为报母亲人 发愿朝五台山 那时他住在那时 那时他住在葡萄山 从葡萄去五台 三步一拜 三年才拜到 在那段期间之中 两次病了 病的时候 在郊外 人很少人 都是行山路 病了 无可奈何 无办法 正在急烂的时候 有个乞医 从那条路上 走过乞食的 见到他 乞医将乞泥的饭 分给他吃 又找些草药 适用草药 帮他医病 医好之后 两个人分开 他就潮山 他就欺负他的饭 不见了 过了个几月 老和尚第二次有病 又遇到那个乞医 跟乞医真有缘 问乞医 你住在哪里 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 你想去的地方 他说你去五台山 五台山的人都认识我 那就分开了 到了五台山之后 他就周围打听 那个乞医 没有人认识 最后到山上 潮山潮到山顶 遇到山上的出街人 就提起这件事情 他不是眼花 生活在一起 前后一个月 帮他医病 医好 人家和他说 是文殊菩萨 他康言大悟 文殊菩萨的化身 你真有困难 他来了 你没事 他走了 来 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去 不知道去哪里 他化身的名叫文吉 文章的文 吉祥的吉 所以庙里面的和尚 文吉就是文殊菩萨 你怎么会不知道的 和文殊菩萨在一起 住了一个月 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 增长我们的信心 要相信 有 自然之有根本 这个根本就聂了 这个根本能出生诸佛如来 能出生诸大菩萨 虚魂老和尚 定了御董的文吉 也是这个根本 变化出来的 你只要知道这个根本 你就真有信心 你什么顾虑都没有 彻底放下 一样都不要 真成就了 所以从你看出生无量微妙上用 无量微妙上用是指变法界虚空界 它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也包括我们梭婆世界 十发界六度轮回 微妙的上用 故此自然根本自然 出生无量 光明适上 上参上入 回转变化 超如十方 故魂罪盛 经中常以 保诸遇自心 这几句话 是跟我们讲 遍法界虚空界 法界其大无碍 无边界的 无碍 其小无奈 无内外 妙华 有内有爱是有量的 无内无爱是无量的 在经题上 无量寿 自性是无量的 怎么可以用量来衡量它 用量错了 它无量 它的变化 是跟着 自性 自然 现上 自性遇到 自然 就现这个现上 一丝勉强都无 如果自性 里头 遇到那些众生 迷惑了 迷就现十发界 十发界里面 随阿奈耶的缘 阿奈耶起心动念 所以 话言经道 跟我们讲 整个宇宙 它的缘起 是 为心 所现 那就是能现 能生能现 是真心 是自性 所生 所现的 是万法 是整个宇宙 妄心 不会生 不会现 它能变 你看 将一真发界 变成十发界 变成六道轮回 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妄心的本事 它有这么大的本事 它不会生 所以我们修行 必须将妄心写去 转八色 成四字 就成功了 就回归自性 白色 没转过来 却没办法 脱离三界六道 阿罗汉 能脱离六道轮回 无办法脱离十发界 法身菩萨 先能脱离十发界 三十步 张严土 十八界里面 上面四层 在阿罗汉 辟知佛 修行的地方 可以说 可以说 用我们淨土中的术语来说 是释迦牟尼法 凡性同居土的淨土 六道是畏土 可以这样分发 它不是一真法界 必须见思烦恼断干净 先能往生到 十步庄严土 释迦牟尼法的十步庄严土 叫《华藏世界》 《华言经》中说 换句话说 修行正果 收到这个层次 他如果不求往生 就去《华藏世界》了 《华藏》和《极乐》是相通的 《华藏世界》的人 喜欢去《极乐世界》 可以去参观 去参学 《极乐世界》的人 喜欢去《华藏世界》游览 也没有人障碍 他们相通的 妙不可言 真的是 微妙尚容 回转变化超如十方 故云罪性 敬重 时时用宝珠 比喻自身 那些宝珠 真的宝珠 不是假的 假的宝珠 没有什么用的 值的那些钱 钱也不是真的 这个世间 凡所有上皆是虚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认识 观经道说 一一宝珠 有八万四千光 一一光 作八万四千 二种金色 一一金色 偏期 宝珠 处处变化 各作异相 或为金光台 或作真珠网 或作集花云 于十方年 随意变现 施作佛事 这几句是讲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观无量寿经道 这段经文 和我们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殊性 极乐世界的微妙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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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像我们这里的泥土砂石 那样 太多太多了 那些宝珠都放降 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 光明世界 它不需要日月灯 它不需要 那些宝存放降 身上 头大顶帽上有补珠 穿的衫上有补珠 又何况身体 亦放光明 金色 金色里头表的法 是表不变 你看我们矿物 金银和铁石 黄金为什么珍贵 珍贵它不会氧化 不变色 取它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爱黄金 银 后面银和铁石 都会参售 只有金不会退色 所以金称为宝 金能变各种 不同的相 或者是金刚舞台 佛菩萨的坐柱 或者作珍珠螺蟒 这种是一般树和树之间的庄业 有螺蟒 珠宝造成螺蟒 画作杂花云 编成花一样 造成花文图案 千变万化 所以这十方面 所以这十方面 随意变现 思作佛事 佛事 凡是帮助人 觉悟的事情 都叫佛事 佛是觉悟的意思 广经教学 广经教学 帮助人 觉悟 念佛堂念法 帮助人 觉悟 禅堂楚禅 帮助人 觉悟 极乐世界 处处都帮助你 觉悟 你听了叫 帮助你觉悟 见到流水 流水有心性 也帮助你觉悟 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都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 同他老人家 生生世世 累积的功德 来庄严淨土 帮助极乐世界 所有往生的人 无论几时 什么出现 突然被你碰到 你就大切大悟 取这个意思 极乐世界 我们看到这段文 我们联想到 起心动念 出生无尽 是故 自己 对自己 应该负 完全责任 要警觉到这种情形 我们这段经文 无百念 又若无量受佛 有八万四千上 一一上众 各有八万四千 随形好 一一好众 伏有八万四千功名 一一功名 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涉取不舍 其光尚好 及与化佛 不可据说 这个据说就是详细算明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你详细算明 只能笼统 跟你做个介绍 等你有个概念 你要知道 经上那些话 句句是真实话 字字是真言 没有一个字是假的 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 你要知道 你要重视 所以佛经称之为法宝 这样就叫宝 这个宝 比金银珠宝更可贵 金银珠宝我们得到 日子觉得好点 物质生活 不开智慧 不会离苦 什么苦 轮回苦 脱离路到轮回 叫离救境苦 你永远不会再苦 去极乐世界了 到极乐世界得救境了 换句话说 你永远不会受苦 不会有难 不会有难 不会有烦恨 不会有忧虑 也不用操心 也没有牵挂 就凭这些 我们就要一心 死心塌地 求生静土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什么都不求 只求生静土 检求 这句佛号 不要中断 可言老和尚 他妈妈 他师弟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我们将他老人家张上 遗像 挂起佛陀 挂起念佛陀 明显的地方 让大家很容易就看到 看到根据何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上迹经文 深显 光明 色相 微妙难事 随意变现 这个随意变现好 你如果想想 我们从地球 离开地球 到极乐世界 现在地球上 是什么的 你这一年 地球马上就现前 就令你好像看电视 通通通都见到了 见到熟人 你马上就了解 他跟熟了未 跟熟你会度他 你也会好像文殊菩萨那样 现个化身去度他 未熟 不急 再等一会儿 极乐世界等阵 我们这里可能好几年 时差不同 随意变现 看看我们前生 看看我们后世 可以见到古往今来 不单止苏婆世界 十方一切诸佛杀土 想哪尊佛 哪个佛土就现前 真的是 光明色相 微妙难事 随意变现 光中有色 色有现相 诸望等等妙相 只是一色所显 又如佛相 句好 好中放降 光復宴佛 皆极显 参回之意 这个参回 这段文里头 妙极了 他里头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留意 就是 我们现在就在大宇宙 参回自重 不是既落世界 有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有 我们没有离开他们 我们跟他一体 你自己一定设个界限 我跟他不是一体 我是小范围 苦就苦在这里 你看我们世界人这么苦 苦在哪里 每个国家画个界线 他就打仗了 没有这些界线 不是就没有战争了吗 没有战争人 人几快乐 叫自己 找苦来受 战争人 怎么把界线抹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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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这种概念 你跟我是一体 我见你有困难 我自然帮助你 就跟自身同样一样 身上哪里痕 手马上就去拗 去帮助他 还需要求什么 还需要同意吗 不用了 何时我们能做到地球是一家 众生是一体 所有地球人是一体 这个地球是我们一家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体的关系 给什么都重要 这种是我们 在这段经文之中 又深一层的体现 佛上 不止三十以上八十种号 三十以上八十种号 是古印度人 印度国土里面讲的 佛同我们介绍 佛有八万四千上 上有八万四千好 好有八万四千光 八万四千代表无量 身有八万四千代表无量 好 好有无量光 光有无量化佛 佛又化无量光明 接引众生 这就是光色参回的意思 至于师作佛事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他点导众生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下一堂 我们从这里学起 我们从这一句 八百九十四页 第一行 最后一句 诸网等等妙相 从这里学起 就接上了 这部无量寿经 我们学习 虽然时间费得多些 越学越欢喜